大家好,我是阿西 本集我们一起来了 您好和徐真的,我不需要神 徐真的在影片中饰演的勇哥 是一家印度神油店的老板 勇哥人到中年,生活前还是一场糟 算有长年卧病在床 被寄扬在老牛福利院的老父亲 还有一个要被前妻移民送出国的儿子 在和前妻协商过程中 还是少打上了前妻 差点被当警察的小舅子曹冰胖走一顿 而就在这个时候 由于不速之快的意外到访 打破了这个交不起房租的中年男人的平常生活 白雪冰呢,所以找到勇哥 希望他能够帮忙从印度 带一批药到中国 这个药就是能治疗白雪冰的印度纺细药格列宁 市场上珍贵的格列宁中断 卖四万块一瓶 这使得大多数人无法承担这巨额的医药费用 而这个纺细药的药效一样 却要便宜很多 一开始勇哥是拒绝的 因为走私家卖藏药是要被判 八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的重刑 今天严重的还要被判五期 但是老父亲突然的重病 只需要巨额的医药费 勇哥也不得不联系老吕 答应了这笔交易 并且老吕承诺这个药的市场非常的大 他也有渠道销售这个药 就这样勇哥一个人拿到了印度 让他以前走私保健品的渠道 拿到了这家技药公司的代理约定 只要他能够在一个月之内 卖掉一百平药 印度公司就把这个药的中国代理权 交给勇哥 经过老吕的牵歇搭桥 整一个月 他们走上了他们的记忆小灯 分别是女儿汉白雪冰的夜店五 女儿刘思慧患白雪冰会隐移的刘牧师 还有就是因为患白雪冰 他连累加热的黄毛 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 永哥是老板 有需要黄毛和饶旅大下手 刘思慧负责省内各个病友群的联络 刘牧师负责和国外公司进行沟通交流 就这样他们拿到了 这个印度房积药的独家代理权 以一瓶5000元的价格 赚了满满过满 另一方面瑞士进口公司 也找到了思想当时 是很便宜的房积药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利益 也吸引公安部门介入调查 而负责这个案子的 也真是永哥的小舟子草兵 在进一次分红之后 他们又算正式成立了这个机遇小队 如此也慢慢地产生了团队感情 在幼电进宫的时候 思慧突然被之前的夜店女班 要求上台跳舞 被永哥一起来下 当晚想要去思慧家过夜的永哥 见到了思慧命中的女儿 突然心情非常的复杂 急匆匆地回家去了 这也让思慧更加欣赏 眼前的这个男人 当天的其他人和永哥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大家更像是一家人 永哥虽然卖药 也是为了自己赚钱 但是卖的也是救命的药 不仅救了很多白血病患者 也救了团队里 这几个成员的家庭和生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个真正卖脚药的脚药贩子 张长林 在脚药贩子的卖药发布会上 人物是看不下去这种以托卖药的行为 大家因而上破坏了这场发布会 这也使得张长林之词盯上了永哥他们 张长林希望永哥交出拿货的渠道 并且一次性两百单买贯 供货渠道 永哥拒绝了之后遭到了恶意的提报 这也使得永哥开始担心自己的生活 在一次团队聚散过程中 永哥宣布自己要停止买这个救命药 并且把代理权交给张长林 可是大家觉得 这是把他们患者往脚药贩子的手里推 最终大家不快而散 一年后永哥已经转型成为 一家房市场的老板 王一一球表示生意 应该也算不错 有一天老吕的老婆突然找上门 求他救着老吕 然而张长林过渝的贪婪 把游战病得过高 知识肺炎取高 现在大家都没有药可以买 老吕因为吃不起药 又不想连累叫人才选择自杀 永哥在此情此情之下 再次去印度买药救老吕 但是赶不及回来 老吕就已经去了 在老吕的当年会上 见到了那么多曾经的患者 永哥早上重新卖药 他也得知 因为瑞士德自家公司后台很硬 这时印度公司已经快要迫离停场 这一次永哥用成分价进行卖药 完全不赚钱 算是对大家的一种弥补 张长林被警方攻击 但市场上去还流通着 这个所谓的印度神谣 所以是公司在对付 施加压力 警方在一次抓捕过程中 将这些买了夹药的人 统统抓起来进行盘问 但却没有一个告密 那个老伯伯还跟曹冰 说了一番感恩的话 建议适得曹冰动了侧影之心 又一次张长林找到了永哥 要交20万元来跑步 永哥也直接给了30万元来打发张长林 并希望他把这个事情烂在肚子里 确实张长林随后 被逮捕也没有将永哥供出来 因为他做的事情确实障隐 在一次的运活过程中 黄默为了救永哥 将自己作为幼儿 引开警方 却意外地发生了交通意外 没能够抢救过来 在医院永哥到山的和尺草变 这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孩子 为什么不肯放过他 他只是想要活命 这一次的经历 也使得草变依然被处分 也要放弃自己 被干扫 而另一边 因为印度的医药公司 破云压力已经停产 但是印度公司答应 可以在市场上 高价回购剩下的固存 永哥愿意自己 每个月到天几十万 来买回这些剩下的药 可能感到自己的世纪 早晚会败露 所以提早送儿子出了国 最终在一次送货的过程中 被当场抓获 因为永哥贩卖甲药的动机 是救人而非盈利 最终法院判处有寄徒性五年 因为这个事情的 社会反响巨岛 政府和机关 积极推动医药改革 也终是给永哥解释 在永哥的邀通道路上 集满了来为他送行的病人患者 被脸薄疏 永哥仿佛在人群中 再次看到了牢绿和荒芒 我不是药神 在打赏名声之初 有很多人对其暴威 安宁避免的揣测 听海拔的时候 鼻子和眼睛都笑到一块的 学阵上级了 辩护人中的松康号 运输被人猜测 这是一部招搬韩国风格的作品 而片中的故事 又上级了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于是这部电影 又被称为汉话法党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可是其实 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 是根据我国真实的新闻案 离开编的 也就是2015年的录影案 三年后的今天就能够上映 也可见 巨子的筹备工作 相当的准备密布 这是一部根据于 我国民生与 社会现状的文艺在创作 我不是药神的最大亮点 应该还是在影响人的表演 其中自然是不必多说 他的角色可以说 是将黑色 多么的喜剧元素 和达动人心的现实主义 融合在了一起 我们在承认着这个角色身上 可以看到人生的Russell 过关破烧 也可以看到 事情出头的霹雳脾气 同时也可以看到 身为人子的责任 和身为人父的死 正是这种多样 而又矛盾的性格色彩 使得徐珍 将人物塑造的格外的具体 尤其是预悦之中 和团队决裂的那场戏 徐珍言语之间的决绝 和眼神之间的犹豫 更是将人物的心理活动 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他几位演员 并同样也是惊喜连连 周一位试验的警察曹兵 充满了爱恨分明的江湖气息 让我想到了 修身道理的十个精修 是那种典型 而又非典型的情况 姐姐被前夫欺负之后 大打出手 也被在得知 假要案的决上之后 勇敢地做出自己 认为正确的决定 梁星明试验的牧师 内疗不失风具 畏缩又不失勇敢 时不时地转两居 充满了小知识分子的魅力 长天经营在 等一篇中的谭卓 这一世界单亲妈妈的影迷 也保持了以往的水准 而同一次出场的刚刚五片段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不负常到寿越的辛苦练习 飞演彭浩的《性命运章》里 演出了一股子的痕迹 但是要说全天中 最大的惊喜 一定就是王成群了 马上上映的爱情公日电影 十年将剧 只唯独缺了王成群和《近世家》 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两个演员不相反应 这两个演员 应该是整个剧制中 演员最大的两个人 或者是对他们自己 未来生涯规划的最清楚的两个人 《近世家》在《爱情公日》的后两集 就基本就没有再出现了 因为他选择了去外国留学的好演技 反而他是剧里面 也极确惦惦记的一个 但是经过党活 他在一个勺子中的表演 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当其他主演获得获潮 还留存着当年角色的影子的时候 这两个人十分过程地跳动出来 选择和这个抄袭剧《化身界刺》 多少演员因为演了一个经典的角色 或主动或被动地 给长旧的框在这个角色里面出不来 从而限制了他们自己的未来发展 进行这两个人模式 《王山群》循序流发 走了一个颓废的路线 微博一句我不喜欢 更是震撼了整个娱乐生 《罗曼记客销王史》里面 有那个领便当的小华展 喜欢很多 但绝对是很亮眼 也不是《亚诚》中 《王山群》是 主角身边最为重要的一个角色 也最为悲情 是他吸引着宇宙夜 而且又走上了《亚诚》道路 也是他的结局 让《亚诚》有漫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个又高又大的演员 为了演出百岁病人虚弱的样子 演中了二十斤 又为了后来 病重获得失一份 更是两天两又不吃不喝不睡 来寻找这种状态 这确实不是什么值得吹吹的事情 但至少可以 看到《王山群》对于演员这份 其实有个态度和追求 我不是要是 确实是今年不可多得的好片 有机会的话 希望大家不要突破 这部《亚诚》制作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